字幕字幕 李宗盛 こんにちは 歡迎來到爽呆呆的頻道 YA 我又更新了 今天帶護目鏡 因為我素顏 有沒有看到 而且我黑眼圈有點重 對 最近可能因為遠距的關係呢 所以就變得有點玩 好啦 今天做的主題是我學校修的日文課的期末作業 唉 對 今天已經 26號 然後這是30號前要叫的作業 它就是日文的配音 就是你找一個卡通或是動漫五分鐘 然後你要 有什麼聲音有點沙眼 你要配音 然後老師希望就是速度語調跟聲音可以很像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修這樣的課 因為我就是一個沒有學過日文的 還修了一個日文終極 就老師考了N3的測驗 然後我就整個傻眼 我看很多動漫其實我大概可以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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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我終於是破音 因為我平常都很喜歡看動漫 所以我就大概聽的懂 但是看字可以念的出來 我會看不懂這句話的中文意思 因為我沒有背單字 所以聽的時候可以大概在幹嘛 不過答題的時候 因為你看不懂所以你就只好 就是憑直覺跟你用幾個 幾個單詞來勉強的作答 那時候考試下來之後 我是勉強可以留在這個版的 就是老師有說什麼對幾題以上的 就可以繼續留在這一版 如果你超過幾題的話 你可能就沒辦法適合修 所以我想說 欸我剛好壓線 想說欸有衝 因為我剛好壓線 所以我想說 然後就來修修看了 這堂課就是主要是聽力 然後老師會在上課的時候 就做很多聽力 然後跟練習 就是會叫同學一個一個講 然後翻譯這樣 我們的期末作業就是找了五分鐘的翻譯來 所以我找了我們這一家的卡通 它的對話都很日常 而且好像會比較簡單 詞也不會太難 就是平常都可以講到的 所以呢我現在就是要先用 筆記本把它寫起來 之後再一個一個配 不知道會做多久呢 可是我一定是會剪輯 因為我不可能已經到底 所以呢加油囉 我現在就要開始 因為我已經有申送手機查好我要什麼了 所以呢 我現在就是一個一個 慢慢把台詞寫上去 不知道我寫多久 五分鐘 可是我已經查了 這應該算簡單的 加油囉 不知道會寫多久 而且我有點太晚開始 現在已經下午五點多了 我不知道我寫完是什麼時候 但我們這一家的對話 算很簡單 我覺得我有點素欸 還是擦一下 護唇膏 嘿嘿 擦一下護唇膏好了 而且 一直有一隻狂在這裡真的很煩 嘿我沒有辦法好好寫 好了我要開始動工了 我覺得第一句算簡單的 我現在寫的第一句是 我吃飽了 可是我日文真的很沒有標 很不標準 所以呢大家請見諒 Gochisou-sama-des-ta 應該是這樣吧 Gochisou-sama-des-ta 好這是第一句 應該還行啦 我努力 應該要找個大師來救我的 好目前都還算簡單 那我們就快轉囉 因為真的太長 五分鐘寫完可能錄到 錄到整個晚上都錄不完了 加油加油加油 我來看看 好下一句 為什麼要戴護目鏡呢 防疫很重要 好啦 我剛好像已經講過 唉 沒筆心了 而且我覺得我這樣寫有點 太浪費時間 我先寫個一分鐘 然後我今天可能就先錄個一分鐘 然後如果還順利的話 可能就會繼續錄下去 我在三十二以前一定會搞定它 因為三十二就很久之夜啦 看起來黑眼圈很重耶 而且好緊張 我現在放到0.5倍 哦 對 好 這可以 把前面刪掉 為什麼那麼好笑 自己覺得好好笑 然後我發現我帶護目鏡欸 老師應該會有點想笑吧 好 就這樣了 下一個是 欸 不錯吧 好了 大魔王 我剛剛練很久的來了 我真的不行欸 怎麼辦 我現在 錄一分鐘了 然後 其實 我有點慢慢磨欸 已經快兩個小時過去 我才錄一分鐘 好處想是 兩個小時一分鐘 如果我花了 八個小時 反正三十二才要教嘛 認真一點 搞不好其實一個小時就可以搞定 但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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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頂多五個小時可以搞定 但是我就一直慢慢磨 每錄一句就看一下手機啊 摸都摸戲的 一分鐘了 我會繼續加油 我的必勝的髮帶不見了 好 沒關係 反正今天是 兩天之後 我又開始動工 我原本是那天晚上要繼續錄 結果 結果就跑去直播 然後 昨天又一整天 對 又沒有錄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錄 我剩兩分半就結束了 但是 我覺得我念的真的 有些太長的句子 真的不知道在念什麼 對 就希望老師聽得懂囉 繼續加油 好笑喔 天啊 好笑喔 天啊 肉 水 咖啡 灯汁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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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4分42秒了 48秒了 太好了 她又不搞 你還蠻像的欸 快了欸 5分鐘吧 最近就5分鐘了 最後就是花媽的 錄完了 現在是7點47分 我看一下我今天錄了多久 我錄了2個小時又20分鐘 我本來想要放出我 就是錄這5分鐘的影片 但是我覺得 有些講的不標準 我怕PO上去會有點 嗯 不太好 所以呢我就把一些 我比較有把握跟一些 我有比較浮誇的動作 放上去那一段就好 對 等我的影片結果 耶 我真的錄了整整的5分鐘 好吧 其實有點看不太懂 因為看得到吧 是這樣 然後我終於把 我最後一個作業做完了 而且我覺得我做的 除了念之外 我還有做一些 一些表情跟一些動作 所以老師 我應該不會被盪吧 而且應該會 加很多分吧 嘿嘿 然後所以對 這支影片 就主要就是 我做 期末日文作業的 過程這樣 然後我其實 因為我真的 沒有學過日文 就因為我只是很喜歡看動漫 然後就會天天懂一些日文 或是 可以念一些 但字其實我真的認不出來 因為我沒有背單字 所以呢 我想一下我為什麼會來選這堂日文 就是因為我真的很想學日文 因為我們都只有早八可以選 但早八沒有日文儀 只有日文聽力 而且是中級 然後我就 去選選看 然後我就 這樣讀到現在 雖然這個作業對我來講很難 可是我覺得這個作業 學到了很 變成是自主在學日文嘛 而且 只要老師就說 多講 多講 多聽 多寫 可能只想要日常 可以對話 或是 學一些東西的話 其實 可能自己 就是這樣 用這樣的方法 就是每天自己唸 自己唸 可能就會 比較熟悉 對 所以很謝謝我修了這堂課 讓我可以唸完 五分鐘的日文 雖然 沒有唸得很好 但是我會繼續加油的 我就是一個很喜歡看動漫的人 所以我看了很多 大概也聽了很多 就這樣囉 而且 我剛剛其實是錄完 我忘記要錄收尾 所以我把衣服換 所以這是我的睡衣 這支影片主要就是 這樣喔 反正我會剪輯沒差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然後 不要太認真看 因為 發音什麼 都亂七八糟什麼的 然後可能也少字什麼的 而且偷偷說 裡面還有 裡面還有一句是我姐說的喔 然後 結果 因為那時候是半夜 就是剛剛半夜錄的 結果錄完之後 我媽就突然很大聲的說 幾點了 大家說什麼 幾點了 幾點了 你吵到我了 你們知道嗎 對就是這樣 之類的話 然後我們兩個就 嗯對 然後因為我最近到有點晚睡啦 所以上一次的直播說 要用漸進法 漸進法 來 調回時差對 加油 漸進法 我應該是漸進法 越來越晚睡啦 好了我廢話講太多了 反正呢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 之後 我可能 也想要拍一些 日文的東東吧 反正我日文就是一個很 就是很不專業的 不專業的日文 你聽聽就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那下次見 掰掰 Neither 我在想要拍攝 不思議 不思議 都不寫 不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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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再說一句話 對不起,對不起,但是我還要二個萬塊 自転車的鍵? 自転車的鍵… 鍵… 然後,你怎麼做的? 想看完整版的在下面留言